對於iOS的用戶來說 買了一部Android機 但資料過不了在新機上 真是令人苦惱 而最重要的是 WhatsApp的資料一點都過不了下去 這樣才是令人崩潰的 難道我們萬年只可以用一個系統? 錯啦! 今次我們有救星了 只要用Samsung自家製的Smart Switch App 就可以安全地把資料過在新機上 而且連WhatsApp的紀錄都可以過買 那過程是怎樣呢? 就讓我們用這部Samsung的Galaxy C3-3 5G 跟大家示範一下吧 首先第一步 用家需要事先準備一條Type-C to Lightning的線 第二步 在預先下載了Smart Switch App的C3-3裡面 選擇iPhone或者iPad 然後將Lightning頭連去iPhone 同時也將Type-C頭插入C3-3 這個時候 你會在iPhone看到是否信任此裝置的通知 你就選擇信任之後 C3-3就會開始搜尋iPhone內的資料 當中有應用程式 相片、影片、聯絡人資料 以及WhatsApp信息紀錄等 可以讓用家進行資料傳輸 選擇好你想傳送的Data後 就可以按一按Transfer鍵開始資料傳輸 不過大家留意 傳輸時間的長短就取決於你的Data有多少 如果Data量龐大 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探花杯咖啡 等一段時間了 另外大家也可以以無線的方式 完成整個過程 只要預先將資料save到iCloud 就可以進行資料傳輸 首先在iPhone設定額面打開第一欄之後 按入iCloud 然後選擇iCloud備份 就可以立即backup資料 而在C3-3的Smart Switch App裡面 選擇iPhone或iPad 之後按入從iCloud內獲取Data後 就需要你登入iCloud個人帳戶 然後選擇Data開始傳輸資料 另外由iOS轉去Android的用戶 如果想將一些圖片或影片擺上雲端 平時又用Google Drive、Gmail等等 一系列的Google Online Software去工作的朋友 Google One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平時要上傳大量Data 例如影片、相片等等 15GB基本容量真的不夠 不過如果大家在11月26日至12月31日 購買Galaxy C3-3 或者是C4-3和S21系列手機 還可以包一年Google One 200GB雲端儲存空間 終於都完成資料傳輸了 現在等我拍幾張Selfie 你還可以用雙重後置鏡頭自拍 和影片 只需要按兩下側面的音量鍵 就可以立即拍照 在機面屏幕 余覽QuickShot功能 在屏幕輕輕橫掃就可以轉成拍片模式 向上下滑就可以選擇廣角鏡或標準鏡 而Dual Preview 亦方便用戶可以在後置鏡頭拍攝的時候 同時在機面屏幕顯示拍照預覽 即使是由其他人幫你開機 用戶都可以留意到拍攝效果 透過影像紀錄生活中美好的片段 想用Samsung Galaxy C Series 去體驗Flip機功能的樂趣 用Smart Switch App把資料由iOS轉到Android機 就是這麼簡單方便